好 大家好 新年快樂 不過港股又不是太快樂 簡直是不上不下 在23,200就吊著 A股又不是很爭氣 今年開局也不是太順利 A股見到有些錢 由去年升得厲害的創業版 轉到主板那裏 但買不起主板 所以基本上各樣指數 今年開局的A股也是一般 雖然PMI上升到50.9 比魚企好 但沒問題 港股不跟美股 亦不跟亞洲 跟著A股也不上不下 今天早上和下午 都沒問題 現在是欠缺主題的 炒經濟數據 還是炒一月效應 還是炒資金量不足 我想都左右到市 所以暫時來看 我想恒指都要在23,200附近這些位置 打橫行一些時間 留意一下 我對短期的後市有些信心 我覺得都會夾上23,600這些位置 但是中線來說 市都相對比較偏淡 比較偏淡 因為一月的消費行程 不是特別看好 尤其是現在中港兩地 都受著Omicron的影響 都未完全康復 所以一月甚至乎春節的效應 未必會太強 所以會限制A股和港股 所以中線我覺得都會跌 但是短線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找些外圍的借口 夾一夾上23,600這個位置 好,謝謝 謝謝